欢迎收看今天的我唱我秀 那我们再次欢迎华民生律师楼华人总经理Temmy Temmy你好 你好 我们平常呢像车祸啊 还有一些民事的案件经常找到了华民生律师楼啊 那其实像刑事案件华民律师楼也是有要提供一些服务 对 那最近想请问一下Temmy 是不是我听说有一些朋友啊 去一些按摩场所去正常的保健啊 因为警察呢对这些扫黄的一些活动打击得比较严厉 会惹到一些麻烦 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到相关的一些案子 很多 嗯很多 对 其实他们也很无辜的 是 经过他们跟我讲是说 嗯一般来讲是他们也是他们是办事客人 嗯 ok 然后去受到按摩 嗯 交了钱以后有时候他们叫他们是按着不应该按的地方 他们觉得很奇怪 嗯 也挺无辜的 对那他就觉得很奇怪的开心心说 为什么这个客人这么奇怪 跟其他的客人不一样 嗯 那他就后来就他们叫他什么拿什么叶毛巾啊 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那一下子的话 去去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多警察就冲出来 哇哦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客人应该第一反应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如果他们碰到这个情况也没有经验的都杀就杀死了 是是是 对不对 那应该做法是当然我们要跟警察合作 嗯 因为你不跟警察合作了 你要跟他插着几条罪 是是我们一般看到警察是比较害怕的 那您提到的合作具体应该配合哪一些工作呢 比如说他叫你拿这个ID啊 Dragalizing啊 或者说你的按摩的牌照啊 嗯 OK 地址啊 这次你一定要供应给他 是 那其他的你可以跟他说 对不起 我很喜欢跟你合作 但是说我希望我的律师在场 我才可以跟你讲 嗯 其实在法律上你可以跟他讲 他就知道是说没办法的 行 是 根据我们的律师讲是说 一般伤害你的案子 其实是本人 是本人 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吗 不是 嗯 是我们讲的不应该讲的事情 主要是不要乱说话 对 因为有时候是他们觉得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怕什么讲啊 嗯 所以说很急剑地讲了很多 其实 对这个案子基本的没有什么帮助 嗯 对不对 那讲了很多 嗯 所以变成是说 有时候他们不懂的 他有签名 所以如果你他叫你签名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跟这个警察说 嗯 我现在签这个东西 我都不晓得我签什么 嗯 你一定很清楚你签什么才可以 法律上你签的这个文件是英文 你不了解这个法律上就不行了 对对对 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华人对英文啊 特别是看到一些警察啊 法官这些相关的事情呢 一是不了解 所以会比较害怕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拒绝签一些自己并看不太懂的文件对吗 没错 但是一般客人是说他们都很害怕 对很害怕 对 所以说你如果有今天听到这个这个节目啊看到其实你不用害怕 你真正下来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只是给你的ID他就可以了 其他他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抓你的他都抓你的 是 根据我们的律师讲是说你没有这个必要跟他吵架很激动 嗯 其实你真的没有做过你找律师都可以帮你的 嗯 因为真正来讲他我们接了这么多案子我们的成功路都非常成功 嗯 so far我们的没有一个案子就是说啊 这就等于整个案子的dismiss 是一般都是很成功的处理 对 基本案子都是无罪的 嗯 OK 是 那所以这个要经过这种经验的律师 对对 然后要行事律师才可以 对非常的感 客人在无助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能够站在我们身边 为我们解决问题是非常的感到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那想请问一下Tami如果我们打电话的话 一般都是紧急的情况 我们除了打华明胜律师楼的电话 找不到你的话呢我们要打你的手机可以吗 可以啊 我的手机是626-318-8866 随时可以打给我 嗯 非常谢谢Tami这么热心 我们随时为大家服务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次谢谢Tami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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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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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